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7岁的一个单位 专门服务年轻人 而且专门以年轻人的 身心灵的成长健康 跟品格的一个团队 那么就是我们中国青年救国团 那么救国团在很多人的记忆中 都是一个服务年轻人的机构 最近很高兴 他们要庆祝57岁的生日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 就特别为您邀请到 救国团的团主任 跟各位来介绍 周一恒主任在我们中间 周主任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好 那第二位要为各位介绍 从桃园的张老师 多年在桃园服务 很多年轻朋友的图兴敏 图老师 图张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大家好 第三位要为各位介绍 救国团的服务处的处长 马正欧 马处长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我们要为救国团 庆贺他们的生日快乐 所以我们要先进一段VCR 给各位看一下 救国团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而且最近怎么样来欢庆 他们的57岁的生日 留给台湾民众 无数青春回忆的中国青年救国团 于今年欢庆57岁的生日 50多年来始终以寓教娱乐 提升青年身心健康 与品格为发展目标 协助青年自我学习成长 培养健全品格发展 以及体验团队合作生活 中国青年救国团在民国78年 卸下政府机构的身份之后 逐渐转型为教育 公益以及服务性的社团法人 并且将服务范围 扩大为身心障碍青少年服务 最近还完成了全国的 无障碍公测地点 由救国团义工 亲自走访各地记录 中国青年救国团 对于青少年的关怀 与努力是不可灭 而他的未来 该如何以公益团体 走出另一条新蓝海 好 欢迎再回到情报现场 刚刚我们在VCR上已经看见 救国团这个组织 跟我们过去想象中 已经不太一样 因为它一直在改变中 随着年轻人的改变 时代改变 潮流的改变 当然他们也来了 一个新的主任 刚刚上任好像一年多吧 一年半 一年半 那请周总的谈一下 就是说您是什么样的 一个姻缘机会 来投入这个救国团的工作 而且很多的朋友 可能不太知道救国团 还有一个张老师之间的关系 好像是二二一一二二的关系 这两样可不可以麻烦 周总给我们说明一下 是 我其实在18年前 还在周远当教授的时候 曾经在救国团的事业管理处 兼过几年的处长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把我的专长是服务业的行销 把那个专长用在救国团的 各地的活动中心 大概效果还不错 所以后来虽然救国团经历了 一些政治的风暴 使得经营上 尤其是财务上有点困难 可是透过活动中心的 这个成长茁壮 那救国团仍旧可以维持下来 所以在去年 前年的年底 那救国团的大佬们 希望我能够来帮忙 把救国团做一个创新转型 因为当时也是在 外面有很多压力的情形下来 所以大家记得在 在前年选举的时候 中农选举的时候 对啊 对啊 那么有的人把救国团当作 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 因为这样所以觉得 这么庞大的组织 如果变成国民党的奥元 对他们的选行不好 所以很多很多对救国团的一些 一些杯葛 一些干扰 在那个情况下 当然任何经营 如果跟政治站在对立面 会带来很多困扰 所以那时候它困难度非常多 在那个情况下 我想我跟救国团有很多的渊源 也不忍心看见这一个 曾经祝福过很多青年朋友的平台 在不必要的外力的介入 影响之下使它结束 所以我当时就说 如果救国团我来 我希望强调我们公益的形象 我希望走专业化 希望减少政治性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就从中央大学退下来 来接救国团的主任 好 刚刚周主任稍微提到一点 他自己怎么样来参与救国团的过程 不过呢 我跟周主任已经很认识 差不多有十多年了 我是看到他从在海基会担任处长 那么担任过新加坡政府的顾问 担任过这个电子制服电子公司的 也是顾问 那么也在中山大学教书 还曾经在嘉义大学是不是 对 担任一个管理学院 对 嘉义大学管理学院 所以其实周永恒老师 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管理的学者 那么特别他刚刚提到服务业的行销 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家 那么救国团能够申请得人 能够有他在这中央院 很棒 等一下我们要请教一下 救国团跟张老师的关系 不过我们现在先过来请马正欧 稍微给我们讲一讲 你是什么样的状况进救国团的 你是不是从热血青年开始 入救国团 好 我大学毕业以后服务预官义 服务预官义以后 我跟别的一般的年轻人不太一样 我多了两年 我到学校当教官 当军训教官 我在新竹中学当了两年的军训教官 在当教官的过程中间 我的长官督导 派我去支援救国团的活动 那么我发觉救国团的活动 实在是太好玩了 带着青年朋友们上山下海 办战斗营办践行队 所以说我就离开了教官 我就来投考救国团 那我这样可不可以归纳成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 你年轻的时候很爱玩 第二个呢 你年轻的时候很凶 新竹中学是不得了的一个学校 很有名的学校 你还在里面当军训教官 人家看到军训教官吓死了 你不是不喜欢你自己给人家的形象 这个新竹中学是个非常好的学校 他在当时新竹地区 桃竹苗地区 最优秀的学生投考新竹中学 是啊是啊 在新竹中学当教官 其实也是很愉快的 因为学生们几乎也都没有什么 打架闹事的事情 那倒是跟学生们相处 因为我住在台北 我在新竹 这个新竹中学 住在学生宿舍里面 然后有时候晚上跟同学们一块聊天 其实那也是一段美好的岁月回忆 好 那我现在问一下涂小佳 涂喜敏 你是怎么样加入救国团张老师的工作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开始接触的时候 是救国团 因为我那时候是 你参加过救国团 不是 我是参加 我是变成是服务员 我开始参加服务员 我当了两年的服务员 那因为我念的是相关科系 那当了服务员两年之后 刚好有个机会 在义务张老师的训练 那因为也都在救国团里面 所以我就觉得 又再自己增进 又再去了参加我们的 义务张老师训练 那在那个工作当中 我开始做青少年服务 我就发现 我的孩子在我的帮忙之下 改变很多 那因为我是念相关科系 所以研究所一毕业之后 又非常非常认同这样一个机构 认同救国团认同张老师 加上我所学的刚好是这一个 所以我就自然而然 一毕业之后就是我第一个工作 也是我现在的工作 你看很厉害 救国团就有办法找到这些 在这边已经都是从 一进来就粘住了 就不走了 赶也赶不走了 来我们也顺便介绍一下 图锡敏小姐 那么她念文化大学 儿童福利研究所毕业 然后非常具有服务精神 就到了救国团当服务员 然后后来就直接就加入了救国团 做张老师的工作 整个桃园地区张老师 都是她负责的 好那我们现在回来 请教一下我们的主任 就是说救国团跟张老师之间是姐妹关系吗 还是从属关系还是朋友关系 OK这样说好了 张老师如果缺钱缺人 救国团是百分之百资源的 他是个独立的班位吗 他是个独立 他是个基金会 张老师是个基金会 因为救国团的属性相对比较复杂 我们的服务范围蛮广广的 譬如我们各地有活动中心 是所谓的散述服务 我们有很多社教中心 做类似补习教育的活动 我们有各种的活动 我们寒暑假活动 周末假日活动 对 在这么多的活动中 有一些是要收费 如果同时间我们也做像张老师的工作 会让人家搞不清楚 所以其实原来张老师是由 救国团的支付处 资商辅导处 把他独立出去变成一个基金会 我懂了 所以算是子公司 不过现在独立了 对对 可以这样讲 不过他不能是公司 他完全不赚钱 他是一个烧钱的单位 每一年我们 他需要大概1亿左右的经费 那只要他募不到 拿不到钱 救国团就无条件资源 所以救国团的主任 就会同时兼 张老师基金会的董事长 这样表示有一个人质在那里 所以缺钱救国团就会资源 有道理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 是不是你们人事上会交流呢 人事上这样说 张老师他们需要专业 所以他们的人 有一部分是救国团聘的 比如特别是资深的领导人 是救国团聘的 可是有一些他的聘股人员 是由基金会直接聘 到跟救国团没有关了 这样说救国团的人 我们要管他的退休 他的福利 万一哪一天基金会 如果任务改变 救国团要负责下去 但是一个基金会根据依法 他本身可以另外聘雇人 那跟那个基金会 本身的业务可以直接在一起 也就是融枯跟基金会在一起 可是因为他们原来像西敏 当初他是在救国团的 我们派到张老师去服务 所以他们算是救国团的人 所以有一点复杂 就是这里面有两群人 好 现在我们不管复不复杂 我们只管说 救国团跟张老师是 很密切的伙伴关系 而且救国团有任何的需要青少年 智商的部分 就由这个张老师来负责协助 那么张老师缺钱的时候 就找救国团要钱就对了 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对了 对 这样子我们就懂了 那么很谢谢刚刚大家的解释 那我不想要请教一下 那个马振欧 那么你在这个救国团的工作中间 跟年轻人生活在 有没有觉得自己常常越来越年轻的感觉 会的 年轻人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活力 而且会跟年轻人在一起 我们跟着时代在进步 也让我们随时都不能够松懈 那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还很年轻 我的心态是年轻的 应该是这样 因为我每次看到救国团的朋友们 都觉得说 哇 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服务精神 而且心态上 不管你几岁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年轻 昕米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啊 我想我不知道你又觉得我几岁 我觉得我已经超过 还是不要猜 对 我还是不要猜 我实际上是超过40岁 是是是 可是我想因为我都跟青少年一起工作 我真的觉得从他们身上 可以学习到很多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 跟青少年工作最重要 你不能看起来老这样子 你不能看起来老 对 所以这个警惕 我自己就要让他让我看起来年轻 这样他们才会幸福我 他们才会觉得 我不是跟老可可人在一起 这样 我说这不用美容 就会长得这样子 所以意思是说 你平常聊天的时候 跟他们讲话的时候 自己也要弯腰对不对 要蹲下来 就是让人家觉得 你也是一个跟他是同伴的感觉 不会觉得说你是阿姨啊 现在开心农场你也要会啊 你也要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那我觉得他会督促我们去学一些 他们现在在玩的东西 因为你要跟他们 要跟他们聊天 要认识他们 要设计出来他们喜欢的活动 你就会很年轻 好 那我问一下周主任最后还有一分钟 就是你跟这个救国团的伙伴们在一起 我相信周老师一定是感觉很兴奋 因为这些人 不管他年纪多大 还是那么的年轻 蓬勃 有朝气 而且充满了服务精神 你说得不错 救国团有一个特质 刚才郑多说他是教官转过来 我的印象我第一次认识他不久 他有一次告诉我说 他当初来团里是来革命的 所以也是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青年 当初怀抱着理想到救国团 他们来这里说 因为当初有个口号叫我们为青年服务 青年为国家服务 那很多像他们的这样的年轻人 当初进入救国团 就是冲着这口号来的 可能像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为这个干嘛 可是他们真的有那个热情在 所以我这一年多 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 把他们的热情重新燃起来 我拿一句口号叫 不幸青春换不回 不容青史尽成灰 把原来的热情换起来 他们就会产生更大的生产力 太好了 这个不幸青春换不回 不是那个抗老化的药品的广告 而是这个救国团的精神 我们进下广告稍微回来 欢迎再回到警报现场 刚刚我们有前一段节目 稍微谈到一下 我们今天在座三位 这个可以说是救国团的老青年 来这个插量一个招牌 就是57岁的招牌 57年的老招牌 救国团要转向公益 那么57岁的生日 如果知道一般都快要一甲子了 那么但是呢 这57年来看见救国团 不断地要老店翻新 不断地追求年轻化 那我想请教一下马振欧 你在救国团有这么多年了 那么每一次庆祝生日 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 对救国团这个组织而言 要不断地年轻化 是我想救国团 也是跟年轻人一样 是天天在改变 天天在进步的 有很多的活动 你说以前是办战斗营的活动 现在年轻人对战斗营 不喜欢不流行了 可是我们就必须要想出一个 符合年轻人口味的新的活动 像譬如说 我们最近在大力推展 探索教育 体验式学习 对 那么这个活动 就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就是大家一起 共同来创造一个答案 那么每一次的答案 同样的活动 每次答案不一样 可是每一次 大家都能从这活动中间 体会出不同的意义出来 这就是我们跟着时代 在改变的东西 所以我们刚刚听到 马正恩告诉我们 旧国团虽然是一个老店 但是不断有新菜出来 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习敏 那么其实虽然是这个 不断有新菜 但是年轻人世世代都是一样的 你这个服务了十多年 这些年轻朋友 你没有发现年轻人 好像也有一些素质 不管是什么时代的改变 他们还是年轻人 永远都是年轻人 年轻人有些什么样的特质 你觉得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是跟 我想第一个部分是 他们现在的喜欢有变化的东西 然后另外一部分我觉得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年轻人很有创意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部分 他们很希望有一些不同的改变 所以对现在的年轻人 我们要 就像刚才我们 这个马出场提到的部分是 我们要求情求别 包含在我们在做 智商心理辅导 我们会发现 现在年轻人的问题 跟我们 我们张老师今天也刚好四十年 会发现问题也不一样 不完全一样 对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候 对 那有没有有一些一样 就是他们毕竟还是孩子嘛 是不是觉得他们也会犯错 然后在错误中成长 我们看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事实上年轻人常跟家里面 有很多沟通不良的问题 对啊我们以前也是嘛 对对 那我发现这个 这个是一直在我们这么四十年来 一直要处理很多的家庭问题 那这个部分是 青少人需要被了解 这个部分一直都没有变 没有变 需要听他们的声音 我都觉得有一些相同 比如说每一个年轻人 还是需要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还要学习 怎么跟别人相处 另外我觉得 年轻人真的需要教导 很多人以为他们自己会学 我觉得 成年人不要忘了 我们当年别人教导 引导我们 现在青年还是这样 但是当然他们的外界刺激不同 资讯的充沛度不一样 再加上整个社会的氛围改了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约束 所以刚才新闻说 他们更自由更有创意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怎么配合他的自由创意 把他真正潜在的需要 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的长短处 学习跟别人相处 怎么样在社会中融入 另外他需要有人引导他 需要导师 这部分倒是我们救国团 包含张老师 现在很大的挑战 好那我再请教一下周主任 就是说你刚刚特别提到说 年轻人都是需要教导的 因为毕竟我们都年轻过 我们小的时候也很想很成熟 也不想扶规则 那么当然长大以后 就觉得我们要去教小孩 但是教导这件事情 其实对年轻人是有点反感的 他很讨厌被你教嘛 他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处发 自己去试探 然后去错误 然后从错误中自己学习 那周老师你一定有一套教导的方法 让他昏然不觉得被教导 你说得很对 救国团给我们自己定位 我们的使命就是与教于乐 提升下一代的身心健康跟品格 前面的四个字很重要 我们不是站在台上跟他说 你要这样你要 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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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甩你的 你必须透过玩的模式 就刚才这个马朱大人提到 我们探索教育现在正在大力地推 探索教育最简单的 就是大家看到攀岩的活动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设计 让年轻人去面对自己心里的恐惧 去克服那个恐惧 大家合起来去克服困难 透过那些游戏 透过玩乐 透过竞赛 让他在里面学习到 人在群众中间 其实是要互相来适应的 而不是唯我独尊的 也可以认识自己说 哪一些自己潜在的问题 其实可以透过活动中来认识 所以我觉得我们救护团 其实就是在用各种的方法 透过活动 透过场域的设计 透过各种的游戏的安排 让年轻朋友能够学习 而不是用言教 我记得我在刚开始接手的时候 有一次我把所有的干部集合起来 我们叫做一个干部讲席 讲席里面我特别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育工作者 可是教育工作者千万记得 我们不是言教 我们是用生教 用禁教 透过我们的行为 透过塑造的环境来教导 那因为是教育工作者 所以每一个人要看重自己 要自尊自重 同样每一个人要告诉我自己 我在救护团我很重要 我在救护团我很荣耀 然后透过这样的模式 我们尊重自己 塑造一个服务的环境 让年轻朋友在这里面潜移默化 当然我们还在努力 到目前为止情况上架 请教一下马正 因为你也做过多年的总干事 到各个活动中心 而且做服务的工作 那刚刚周主任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说要教 不过呢寓教于乐 就是在快乐学习中 游戏中来教 你要不要稍微分享一下 你怎么样在游戏跟快乐中心 让学生不自觉地就在进步跟学习 救护团是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其实只要我们会带活动 活动中间最后很多学问的 譬如说我们玩趣味竞赛 我们的工作人员很严格地去执行游戏规则 就是法治教育 对没错 我们每一个人吃完饭以后 我们活动中心都会要求青年朋友们 把碗筷自动收起来 那么这个就是生活教育 对啊在家里都不收啊 我们看到老师 看到营队的工作人员会问好 其实这就是伦理教育 没错没错 打招呼认为 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升旗 就是很自然的就是爱国教育 我们很把这些东西看起来 好像是硬邦邦的东西 可是我们都在我们的活动中间 把它带出来 其实无形之中 教育就已经在同学们的身边了 所以刚刚郑欧所提的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在团队的里面 因为它是一个team 不是一对一的 所以团体本身就是这种学习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 这个群体有一种群体的力量 其实我们善加运用群体的力量 比如说这里面有十个 生活行为比较好的同学 里面有一两个 稍微有一点零散的同学 他很快地就会融入到这边 这是一种情境教育 这是一种群体教育 你单独把这两个拉出来的时候 他会觉得不自在 或者是他有点抗拒 可是他自然的跟着十个人 玩在一起的时候 因为他就会觉得 很自然的跟着正常教育 一块前进 好 那我问一下西米 你觉得团体教育 在你们儿童青少年 智商的上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效应 我们在我们的心理学上 比如叫团体智商 就是像一群人 然后我们来讨论一下 一些同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会听到 我们叫做普通感 就是原来不是只有 你跟爸妈妈处不来 原来全世界的爸妈妈都一样 没错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 原来没有那么严重 那甚至说 我们刚刚讲 我们有时候有做一些团体 是共同的问题的 比如说有感情的问题 那透过这个 第一个会找出方法 第一个会觉得被接受 那我觉得团体教育 有一个好处 是大家可以互相学习 其实就像刚才 马促长提到的部分 他们是靠活动 我们是靠一些心理的活动 或者是我刚刚讲的 团体的辅导 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好 刚刚三位在讲的时候 我就忽然想到 最近一个很大的新闻 就是一种教育 爸爸妈妈恨铁不成钢 就把孩子送去做 什么吞火教育 然后那种也是跟你们很像 也是那种团体 然后也是那种危险的 考验他的自信心跟勇气 那我想这个东西 这是最新的话题了 来请教教周主任 这里最大的差别是在 有没有专家指导 我倒觉得新闻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以前推的 那个幼师营的活动 一定要有专家来设计 每一个辅导人员 都是先进过完整的训练 那能够做的事情 也是要再先衡量 这对孩子们的长期的身体 跟心理上有没有伤害 我猜想 恨铁不成 跟师母爷父母都一样 望子成龙 可是送到一个 没有专家指导的团体 去处理 太危险了 好危险啊 孩子的年轻只有一次的 但是我们张老师曾经有推 我们可能会再继续做 就是对于高关怀的 家庭的孩子 我们会安排特别的一些 娱乐营的活动 中间有一部分是 比较好的 像刚才周后提到 有一些是正常的孩子 可以去做示范的 那有专业的辅导人员 同时我们会特别 要一些适应不良的 可能在学校里面 学习不良 可能别人家指不良 请学校推荐来 因为他花很多钱 所以我们中间有一段时间 当政府不再补助张老师以后 我们停下来 可是我在前不久跟他们讨论 我们未来年度工作的时候 准备我们自己想办法去募款 来做这样的工作 应该要做的 要不然民间就跟人家要好多钱 然后做得真的是好恐怖 来 你要不要讲讲 你看这个新闻的感想是什么 对 我想我 那时候真的很讶异 然后另外一部分 它叫做潜能开发 事实上我们学心理的 没有用这样的方法去 就是只有潜能开发 那刚刚其实昨日有提到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那个环境当中 我们除了有一个黑脸 就像刚刚其实马上 那个我们有教官这个角色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有辅导员 就是我 其实我开始就是 担任这样一个角色 可是我是经过了 九个月的训练 而且我是相关科系 所以我陪着我们的孩子 经历过这个历程 当他难过 或者是当他 当活动有挫折的时候 我们在旁边是来 帮忙他 给他 而不是一直逼他要去 所以问我逼他干嘛 对 所以他是有个平衡的状况 结束完一队之后 我们跟他关系非常的好 因为在他最受苦的时候 我们支持他 最后一年的延续辅导 我们的孩子改变非常非常大 所以这次董事长回来的时候 他非常的支持这样的活动 因为现在的孩子 真的很需要自信性的重建 所以我归纳一下 刚刚讲的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是需要 发挥孩子的潜能 然后让孩子更有自信 然后更成长 用对的方法 对 不过一定要专家 专业来做 不可以这个随便 而且还要搭配辅导员 去协助跟帮助他 来 我想请问一下 郑欧 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一个是 就是说 有没有跟孩子们充分的沟通 而不是说 我觉得这样子会激发你的潜能 就用一个强迫的方式 就是他很害怕 在一个恐惧情况下 对啊 都哭了 对 那么假如说是 有专家的设计 然后经过很长时间的 跟同学 跟学生们这样子谈 他假如愿意接受的话 就像是我们的探索教育 是一步一步的让他 这个接受这个东西的 而不是一下就让他做这个 高危险的动作 另外一个 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教育 我倒真的建议所有的家长们 应该多采用鼓励式的教育 以前我们重新有个观念 这个小孩子 不能讲他好 因为讲他好的时候呢 他好像就比较自满了 不容易进步了 要常常说他不乖 或者是不好 可是刚好相反 现在教育的立场来说 我们会发觉多鼓励他 其实才是一种潜能的激发 那有没有感觉到 我顺便问一下西门 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父母亲常常都是望子成龙 然后就压苗助长 我觉得应该这么讲说 现在的父母亲 如果有焦虑 那个焦虑是来自 整个环境给他们的焦虑 他怕孩子不够 所以有句广告台时 是不要让孩子 输在气壤 所以我觉得其实 是因为父母亲的焦虑 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些广告 有这么大的疗效的时候 他们就很想要跟着去 太好了 我们正好在 目前这个新闻的热点上 我们来请教张老师 请教教育团 到底什么样的一种 辅导孩子的方法 是一个最正确的方法 我们进下广告 稍微回来继续讨论 欢迎再回到情报现场 刚刚我们在前面两段节目中 稍微谈到了一些 现在这个社会上 实在是父母亲很焦虑 希望孩子能够快速的成长 那么所以有的时候 没有送到救国团来 反而送到一些坊间的一些 这个不是很有立案 或者是很有专家的一个机构 这是很危险 那么所以救国团 还要再积极一点 那么现在已经救国团 度过57岁的生日了 那么57岁以后 救国团要因为现在 来了新的很棒的主任 请问一下周主任 就是说未来救国团 在一些努力的方向上 怎么样来符合这个社会 跟时代的需要 爸爸妈妈或者是学校 补足了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想第一个我会把公益更聚焦 救国团其实一直是一个公益的团体 可是以前好像感觉到是政府的 好像是党国不分的地方 我想那个就是我们原来 所背负的原罪了 最早救国团设立的时候 金国新的当时是在做 国防部的政治主任 所以隶属在国防部 后来他去做行政院长 但是他没有忘情新年服务 所以就移到行政院督导 那因为这样的历史 让过去当然就才得了很多好处 因为这样 所以政府的资源 就会源源不断地进来 可是这个渊伦效果 却一直影响到今天 我们78年起就登记成 一个纯粹的一个民间的社团法人 跟所有的协会学会一样 可是刻板印象中还是认为 你是一个政府单位 甚至说你是一个国民党的组织 所以我说我们得要把我们的公益的活动 它力道做得更大 我的说法是如果别人 你明明不是别人一直以为你是 代表一个是我没有沟通清楚 对我可能那个试得不够真 或者力道不够大 所以我们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要求把公益活动聚焦 尤其我们有三四万个义工在全省 有416个义工组织对不对 那这些组织里面过去 他可能去育幼院 可能去养老院 可能去关怀他周围的弱势的人 也可能去捐血 可是每一个团体各自做不一样的 外面的感觉就是救护团 好像什么都做 但是看不出是哪一个公益的单位 所以我们现在牵具交在肢脏 肢体障碍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展有100万的 生性障碍的人口 其中人数最多大概有40万的 就是肢体障碍 而他们有很多不得不闷在家里 因为行动不方便 那么可能不能出去玩 虽然政府有很多补助的方法 像就业的补助 像一些薪资的补助 可是他的行动限制他出去玩 所以我觉得救护团 我们最擅长的就是玩 我们有很多的场地 我们有很多的义工 如果能把它结合起来 让他们到外面去玩 这个其实是一件非常美的事 所以一个是公益部分聚焦 选择我们所藏的 让我们所拥有的资源 充分能够被他们来运用 第二个轴就是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走专业化 时代改变了 那么不能什么都做 所以我们要借助更多的专家 那我们过去活动是我们起家的 那是我们的专场 我们可以继续 不配活动有很多活动中心 那活动中心的管理 其实是另外一套专业 我们要把它变成专业 第三个是 新年朋友不太容易跟我们出去玩了 他可能工作非常忙 所以都市里如果有运动中心的 经营的机会 我们要争取运动中心 让他不必跟我们到周末假日 走一向山一向海 而在平常就可以走向运动场 所以我们在台北市 我们原来目前签约有四个运动中心 有另外一个也已经标下来 大安运动中心 会有五个运动中心 来服务台北市的都会里的青年 这带是我们未来的走向 好 刚刚周主任 已经给我们大家稍微说明 画了一个轮廓 就是说救负团过去 其实说好也有好处 说话也有坏处 好处就是说资源很丰富 所以很难转形成公益团体 在我觉得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吗 其实15年前就登期成财团法人了 可是事实上到现在为止 好像感觉上救负团 也不需要人家捐钱 让自己可以运作得很好 那这个东西就会 比较会让人家觉得 你是公益团体吗 不过现在刚刚周主任提到两个 我觉得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顺便也问一下我们这服务处的处长 就是说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智障的青年过去是不被关怀的 因为你也不能 不可能去攀岩 你也不可能参加营队 那怎么办 那么现在救负团 关心到这一批人 那第二个重点 刚刚周主任有提到就是说 除了那些不想到 郊外去走动的年轻人 给他设了一个室内的活动中心 那这方面你们要怎么服务 好 这个主任来了以后 特别让我们大力的推展 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们的服务工作 对 那么我们从今年的三月开始 我们要求我们每一个县市的团队会 设计一项残障青年的嘉年华会活动 我们从三月份从彰化开始 带着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到我们日月堂去游湖 然后到我们日月堂活动中心去吃饭 免费招待他们吃饭 会不会很麻烦因为他们智障 是麻烦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要做很多的 第一个训练 我们的所有的义公同仁要做训练 第二个我们要加派人手 要多一倍的人手 第三个我们还有器材 我们要租富康巴士 或者是向当地的县市政府 来借用富康巴士 那么我要举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位在台中地区的 可能家庭环境不是很好 他想出门不是很容易 那一次我们带他到日月堂去了以后 他看着日月堂那个美丽的湖 他给我们讲一句话 他说他想了十几年 想看日月堂这样子一个美景 没有办法达到 今天救过团 帮他圆了他这个梦 太好了 我们很感动 我们将来会在主任的领导之下 我们会大力的每个月都会办一个活动 我们今天也带了一张海报来 那么假如说你在海报上看到我们这些 每个月的这个活动的地点的话 你只要到当地去集合 我们就愿意带你到风景区里面去迎向阳光 每个月第三个礼拜的礼拜天 我们会有一个活动中心 免费的来接待成长的朋友 不过你刚刚讲的时候 我就在想一件问题 不晓得郑后你有没有感觉到 自从你们开始做智障的青年的工作的时候 忽然发现他们的人数多起来了 以前都找不到 现在突然到底人很多 有没有这种感觉 慢慢的 就是说当大家知道我们在做的时候 第一个 都跑出来了 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也会向这个地方来集合了 第二个 那么相关的组织 也会跟我们做一些合作配合 像伊甸这些 大家一块来做 然后让我们为 三心障碍的朋友们 有更多的服务 对 因为他们忽然发现说 这个找到很多的同伴 然后他们不用每天过来家里面 自怨自哀自怜 可以走出来迎向阳光 这是一个蛮美的事情 我们除了带他去看风景以外 我们也在那个活动中间 设了很多活动 譬如说带他们去做附健操 他们很喜欢做那些 就是我们的老师一面唱歌 一面跳舞 一面带他们做动作 他们觉得在他们那样子 一个不方便的情况之下 还能够有人替他设计出 适合他们的活动 他们很高兴 我们有祈福的活动 我们带来让他们写 这个气球上面写他们心愿 他们有了心愿 上面写希望我能够站起来 希望我的身体能够健康 好 那我现在问一下习敏 就是说你从事新少年 一个儿童辅导技商里面 你有没有感觉到 这种智障的孩子们 他们在心理方面跟那种状况 跟一般正常人不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我想对一些身心障碍的 我想我第一个看到的部分是说 我想他会比较自卑 然后对自己比较没有信心 那特别我想因为很多环境 他外面的接触东西比较少 所以我觉得那个自信性的重建 甚至我觉得很重要的部分是 鼓励他们去发掘自己的优点 我觉得这点东西在我们在 智商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个学派叫做 正向的力量 就是让他们看到他自己好的东西 而不要去看他自己不足的部分 那从这个部分 让他多看到自己好的部分 会其实对他的帮助会很大的 那张老师有没有也做这方面的辅导 我们过去有一些 不要经验 比如说有一些视障的孩子 跟我们 视障的团体跟我们有这样子的合作 那未来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再 我想可以结合这样两边的活动 然后让我们的心理智商 在这个部分再多做一些事情 现在我们打张老师电话打几号 1980四个号码 1980 所以还是可以打到1980找你们 不管什么状况都可以 对不对 那各个地区的都可以吗 对八点半到晚上十点 我们是不断线的 对 每一天一个礼拜七天不停止的 太好了 那我再回来问一下郑欧 就是说刚刚主任还提到 另外一种工作呢 就是说室内的 那么现在年轻人好像有些就变宅男了 在家里玩电脑 那么他既然不能够到郊外去 至少还可以进到一些运动中心的地方 那这方面的工作业务你们怎么推动 好 这个台北市很好 在马总统当市长的时候 那么在每一个区都规划了一个运动中心 那么现在陆续都已经是完成了 他是用一种OTM的方式 那么委托一般的外面的这个社团来经营 那么救国团很认真的去用我们的工作经验 去其中现在我们得到了四个运动中心 已经具体的 现在我们在执行的有四个运动中心 是由我们救国团来负责经营的 那么我们就在这些运动中心里面来 就吸引所有的 其实不是年轻人 包括老年人 幼儿都可以 里面有游泳池 有我参观过 有健身房 然后也有儿童游乐区游乐设施 反正有一些是要钱的 有一些是不要钱的 大概都是因为它是一个公益活动 所以说门票都是非常便宜的 收费比一般俱乐部低非常多 但是里面的设施跟里面的指导人员 我们是特别跟体育大学 体育学合作的 很多专业的助教来指导 好 那我问一下 像这样的运动中心 怎么样跟你们平常的这些营会去结合 有没有结合 有 我们每天的都有设计一些班 运动的班 那么寒暑假 我们有特别设计寒暑假的一些活动 就是学生们放寒假暑假的时候 那你来运动也可以 你来参加我们的运动的班也可以 好 那我再回来问一下昔明 就是说你从事张老师工作也蛮久了 那么在这项工作的过程 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需要突破的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的部分是说 我们看到需求很大 但是我们 我想虽然我们全省有800多位 这个义务长老师 甚至我们有40条线 有26个物坛室 可是我们看到那个需求那么的大 然后但是我们的资源其实是有限的 那我想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的部分是 因为社会变迁问题其实多元化 那我们要随着 我们要更多的训练 给我们的老师们才能够服务 那我想对我们来说 其实最大部分是怎么样 结合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设备 然后我想让我们的服务能够 真正切合到现在青少年的需求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张老师的人员是不够的 我想虽然总长已经非常要支持我们了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像我们全省算有12个中心 可是台湾 其实我们不是每个县市都有张老师 可是现在一个问题 像我一些朋友 他们去应征张老师 好难啊 哎呦要受训练 连做义工都这么困难 这个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为什么 对我知道很多的就像刚才 六圈人 然后又好难当张老师 对 可是我想大概张老师之所以 这40年来这样生育不罪 一个部分 我想我们对很多的 品牌 品牌的 应该说专业上的要求 甚至因为做智商辅导工作 他不是个聊天 他希望是真的能够帮助人 所以我想如果有时候 应该这么讲 是说你还没有准备好 或者是说也许你的专场 不在这个方面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还是忍痛 就热情还不够 对 不过我们很多的 还被训练 我们很多的指导老师 必须要专业 对 必须要专业 可是我想应该这么讲说 常常很多的指导委员会说 我以前被刷掉 可是我现在是你们的指导委员 然后常常会想要开玩笑 在不同的时候 都可以来帮助张老师 不一定要当 这个我们的医务张老师 是这样子 好 那我想我们刚刚稍微谈到一点 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过大家还是多多的关心张老师吧 就是说虽然你可能会被刷掉 不能当张老师 或者你要 你给捐钱帮我们忙 对 另外一种 当张老师好像要训练好几个月 对不对 半年之上 半年 你看多可怕 当义工还这么困难 那我早就已经文明已久 当张老师可不是随便谁可以当的 虽然你很想当 不见得当得成 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支持他们捐钱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还是可以做其他的顾问 或指导委员或别的工作 那么当然多多引荐 人家打1980 有需要的话 给你们联络也是一个方法 我们记一下广告 稍后会来继续讨论 欢迎再回到情报现场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就是救国团跟张老师的工作 那么这么多年来 救国团一直不断地在改变 那么这些年来 特别是在公益的角色上 能够不断地强调 那么我想刚刚 周主任有特别提到说 为什么要更聚焦在公益上 本来也就是做公益 更聚焦一点 主要是说过去 大概还是觉得是官方的 没有感觉是民间的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 救国团做公益 还是做青年 还是做青年的公益 这个要请主任 稍微说明一下 是 其实我们在一开始 我希望救国团成为 成为一个借着我赐恩福的一个机构 英文叫Facilitator 我非常希望救国团成为一个Facilitator 带祝福给别人的代位 对 我记得我们一开始 先办严讨讨会再见谈 公益讨讨会 邀请了学者专家政府代表 很多的公益团体的代表们 我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问他们说 我们可以为你们做什么 我告诉他 救国团我有这么多活动据点 我有这么多的社交中心 我有这么多的义工 而且我也还有一定的知名度 就是赢得别人的信赖的程度 那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 我自己是个基督徒 我想当时我说 彼得曾经有一个人去让他求助 他问他 他跟他求助 他说金银我都没有 自霸我所有的给你 不过彼得比较棒 他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字 叫别人起来行走 我说我们做不到 金银我都没有 我不能把钱分给你 因为任何的公益法案 有一个法律上的规范 可是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有的是人脉 场地 知识 信用 所以如果我们帮你什么忙 你告诉我我就来做 但是他们提了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带我们出去玩 第二能不能让我们知道 什么地方有无章在厕所 我们自己出去玩的时候 不会有太大的顾虑 因为不然要带尿袋 非常痛苦 第三个有一个团体说 我们有一些残障的朋友 在一起成立一个艺术团 我们没有表演的舞台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安排 我觉得当场我就说 我来试试看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我来试试看 但是有任何单位 将来你要办活动 缺场地 缺人力 告诉我们我来配合 我记得内部我就下命令说 任何公益团体要用场地 跟我们自己办活动 用同样的价位 如果还有困难 从优处理 所以我单单为这个 大概接到十几个电话 有个人会说 我钱不够怎么办 我说好 你能付多少 付多少 六道预算给多少 那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能帮助任何公益团体 让他执行公益活动的时候 没有货顾之忧 包含财务跟人力上 我觉得旧合团就能够达成 当初经贵先生设立 说我们为清点服务 清点为国家服务 这样的初衷 而这个不是口号 我们有很多的制度命令要求 甚至像刚刚讲另外两件事 就要求服务处就直接推动 都有很多很感人的效果 因为比如说我们的残障的 综艺团体到学校表演 本来是必然安排一个场域表演 面向学生受感动 感动到学生会哭 这个情况下老师们觉得很好 你生命教育透过这样 根本不必说教了 学生看到那些残障的朋友 面对自己的残障 怎么样去克服 同时乐观地面对生命 所以类似事情我想 教育台是非常乐意 持续地往下做下去 太好了 刚刚主任也特别提到一点 就是说有关于残障的朋友们 找不到厕所 这倒是我们都想不到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现在无障碍的空间越来越多了 但是好像残障朋友 还是觉得有困难 这是资讯的服务 那要不要请我们的马先生讲一下 好 这个残障厕所 他必须要有很多的 真的是能够符合残障朋友使用的 第一个 他的门可能就是用横拉的 他的空间比较 第二个 他进去以后 他回旋的空间要很大 第三个 他有一些辅助的东西 有些是要固定的 有些是要活动的 当他做好了以后 他才把它固定住 所以这些东西 就是说 对残障朋友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假如说没有这种设施的话 他找不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第一个 他可能就不出门了 不出门就变成宅男了 第二个 他可能出门的时候 他找不到的时候 那你们怎么帮助他们 好 我们有庞大的义工组织 我们全团有416个基层的义工组织 我们有3万个义工 所以说在主任的一声令下 我们就号召我们全团3万个义工 上山下海去找公厕 上山下海找公厕 特别是无障碍的公厕 我们在去年的春节之前 做调查就做调查 还要拍照拍下来 拍照 第一波我们就在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找到了1285个公厕 是不是有个图给我们大家看一下 请摄影照一下 我们第一次我们就发动我们义工 就找到了1285个兼公厕 然后在今年的端午节前后 我们又发动了第二波 又找到了1259个公厕 然后在最近我们做了第三波的大调查 那么总共又找到了790 就是越早越困难的 793个公厕 总共这三次我们找到了 3337间无障碍的公厕 那么我们用这个电脑Google网 就传给po上网 然后传给行物外协会 它有一个网站 然后我们也在所有的台湾地图上面 把它这都标示出来 那么残商朋友们想要出门的时候 你只要上网去点那个地方 你就知道那个附近 在纵外线上也好 在风景区里面也好 我们最北边到八斗子鱼缸 我们找到最北的这个无障碍公厕 我们在最南边 恒春俄兰比 在海角7号的旁边 我们也找到了无障碍公厕 我们在最高山上 在塔塔家的停车场 我们也我们的义工同志 到上面去找无障碍公厕 我们在离岛在澎湖的灵头公园里面 也找到无障碍公厕 有意思 我们把它全部整理出来以后 送给行物外协会 那么我们的口号是 心有爱 行无爱 行动无爱 行动没有障碍 没有障碍 我们的口号是 心有爱 行无爱 那我有个问题问一下 就是经过这段时间 三次的搜寻 好不容易找到三千多个公厕 你对政府有什么建议 你觉得政府机关 在处理这个无障碍空间上 是不是应该再加把劲 那当然就是说 这个观念是不停的进步的 以前我们的观念是 就是假如说一个厕所中间 有几个不锈钢的钢爽的话 把手的话 就是一个很好的无障碍公厕 可是像我们实力就看了以后 包括它的门槛 就是要完全的是平的 因为有的时候在洗厕所的时候 它怕水流出来 它多多少会设一个小门槛 可是这个对于行动不方便的朋友们来说 它就是一个障碍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我们是有无障碍的公厕 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符合规格 不够完整 不够标准 应该这样说残障的等级有不同 有重度 中度 轻度 轻度的大部分没有问题 可是有的坐轮椅跟电动轮椅的 重度的残障朋友 他要的那个空间是不一样的 非常可能地方政府在坐的时候 他只是包出去说 作为无障碍厕所 他心里没有想到有的人不实用 我们现在是把他拍下照片来上网 让他可以让每一个常常朋友知道说 这个厕所等级在哪里 我去哪里可以上厕所 不然我记得当我们 我把那个光碟送给那个 无障碍的朋友的时候 一个协会 他们说我们努力了半天 弄两年只弄了一百多间 你们可以这么短时间 就弄到一千多间 非常感动 非常感谢 我觉得这是我们居所自劳 可他们非常感谢 因为他跟我说 如果找不到这张厕所 第一不敢出去 第二带尿袋 这样大家用的时候 别人会看你会把你当作异类处理 所以这个问题 可能我们还是回过头来 希望政府加把劲 我觉得了 就是说这无障碍 本来就是一个文明国家的一个象征 如果我们这个国家 不能够由政府 那么上行下效 而且是严格规定 还要让民间团体去到处 找无障碍厕所 觉得政府是要负责任 这是我个人觉得了 那么政府应该是要全力推 特别内政部要好好去推动这件事情 看起来我们的救护团来协助的这个部分 那回过头来我再问一个问题 我想我们在这个结束之前 还要问一个问题 刚刚我们谈到就是往公益发展 那当然公益就不限制年龄 那么也不限制这个 它是健康的还是有障碍的人 那么各方面的都要服务 特别是刚刚周主任提到说 各个公益团体我们都要服务 但是回过头来 那这样我们的名称是不是要改变了 这个中国这个青年救国团 是不是改成这个全民的救国团 是不是将来有 就是说或者是说 我们青年的工作还是你们的主族 这点请主任解释一下 你会不会讲的好 我觉得青少年还是我们的主族 比如说刚刚是张老师 1980的电话 打进来之前 我不能够知道他们的年龄多少 我当然不能说 你不到25岁不能打 或者超过25岁不能打 可是我们整个服务的聚焦 是放在青年 比如张老师 我以青年在家庭他跟父母的亲子关系 青年在学校的学习适应的关系 跟同位的关系 青年朋友进入社会的时候 一开始的择业 选择职业跟适应的关系 但是如果年代周边有一些 我们举手之后可以帮忙的 我们帮 可是那个焦点是不要失掉的 因为我觉得一旦失掉了 我们可能被多利分不容易做好 像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活动 我们现在也是以大学 高中 国中 国小的孩子为聚焦 成年人可不可以参加 可以参加 但是我们不把它当作我们的主力 像我们另外设定的团队链 气管顾问公司 帮忙来推探索教育的 它可以替企业界来做 可是那个不是我们的重点 九个团团本身 我不把那个当重点 像运动中心 因为它既然是包下来 根据规定 我不能够拒绝任何年龄的人 可是我们会主动办的营会 都是针对青年 我们办的各种的社交的班 也是针对青年 所以以青年为主轴 这个方向不会变 可是顺便可以帮助 青年的父母 青年的爷爷 甚至青年朋友的 其他的一些伙伴 我们大概也会连带 顺便帮忙 好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对救货团印象 除了它有办很多活动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印象 就是各地的活动中心 那这些年来 各地的活动中心 有些什么样的整修 或是转型 因为可以说 现在已经变成最便宜的旅馆了 我们先请郑欧讲一讲 你有没有跑过很多活动中心 有有有 我们活动中心 都是在风景非常漂亮的地方 对啊 那你要不要把它转型一下 有点那个竞争力 以前当然是 大家都是为了便宜 以前的生态也是一样 同学们都住在通铺里面 都没有关系 可是现在根据时代的改变 同学们也不太喜欢 再住那种通铺了 所以说我们 大部分的活动中心 现在都做了适度的调整 我们应该是这样讲了 我们大概就是 我们都把它变成一样 像商务旅馆一样的方式 同学们也有同学们 活动的空间 风景依然优美 我们大草地依然漂亮 可是房间里面来说 就像一个商务旅馆一样 它住起来是非常舒适的 好 主任讲一下 活动中心的改变 我们基本上目标市场 还是45岁以下的青年 因为根据新府会的定义 青年45岁以下 不过万一青年朋友 带他的父母来 如果青年朋友一起来 我们接纳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电梯 所以我们对于年纪长的人 是不太方便的 但是我们把内装 外面都维持我们原来的特色 比如像墾丁 古色古香的敏事建筑 里面我们把它尽量地 符合现代化 所以我的规纳是大概 我们的内装 相当于三星的旅馆 但是我们的收费 却是一般的评价的 就是青年旅社的模式 我们最近刚刚拿到ISO的认证 是全亚洲第一个 也是最好的一个 就是这种青年连锁的旅店 还特别被他们来受证 来表扬 我想既然有这样的好的条件 我们在风景点 非常好的地方 又有一些好的房子 内部的现代化 来符合现代年轻部分的需求 因为年轻人不能只有学生 以前讲的是年轻人等于学生 我说四处最佳有很多人是在业的 把它合在一起 让他们有一个舒适的地方 可以休息 可以住宿 这是我们认为自己的使命 好 我们今天很高兴 邀请到旧国团的朋友们 一起来谈一下 那么各位 如果您还是很怀念旧国团的话 不妨去那些风景优美的地方 去住一住他们的青年旅社 那么三星级价格很平价 那么可以去居住 我们今天也很谢谢张老师 这个来到我们的中间 我们就不叫你屠老师了 张老师来到我们的中间 还有马杰来到我们中间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希望未来旧国团能够转型成功 而且越来越兴旺 兴盛 而且帮助更多的年轻人 在身心方面的健康成长跟品格 谢谢您的收看 各位再会